我是中国国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斯马兰 今天是2021年的3月1号 您说如果一天三顿都吃菠萝 会不会有点腻啊 不光腻还倒牙 像我这个年纪 牙齿表面的那层膜啊 已经越来越薄了 甚至已经消失了 所以如果我离一天三顿都吃菠萝 台湾叫凤梨 我告诉你 我这牙受不了 台湾的一些政客 人家的牙不怕 人家宣传是一天三顿凤梨 因为他们需要咬牙切齿 绿营咬牙切齿 蓝营也跟着咬牙切齿 美国 台湾的蓝营绿营啊 都在同声批评大陆呢 所谓所谓波罗禁令 最新相信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美这个台湾的联务啊 也遭到要求 说暂缓出货 台湾这个波罗的事 这两天呢 弄得满屏都是波罗 2021年的2月26号 就是大前天呗 中国大陆海关啊 总署宣布暂停台湾波罗 说你现在听听 原因是含有有害生物 虫子 国民党政府啊 一跳楼高 指责大陆啊 说你不符合啊 国际贸易规范案 一块指责的还有谁啊 还有马英九 还有朱立伦 还有赵少康 还有叶玉兰 等国民党的一些 有头有脸的人物 或有头不要脸的人物 除了 除了这些人 当然他也就这一块叫 他除了除了骂民进党以外 这帮人都是呢 出来指责大陆 就是说 这群人呢 自己是掐个没完没了 也朝着大陆狂飞 养天狂飞 大陆的贸易商通知说了 说下周啊 下周呢 你向往大陆的水果莲物 莲物的水果你爱吃吗 我是不爱吃 我觉得那东西 甜不是正经甜 是吧 你说脆也不是正经 脆也就是吃起来味道 是怪怪的 我是从来不喜欢吃 但是我们胡同里 有几个老太太喜欢吃 我不知道那东西好吃 在什么地方 不是很甜 有点像萝卜 又有点像什么苹果 搞不清楚 那个非常小众的水果 反正大陆贸易商通知了 就是我们大陆的贸易商 说下周你这个莲物 也暂时停出货 我家 台湾现在 波罗来波罗去 凤利来凤利去 现在有莲物来莲物去 台湾关于莲物 是不是会成为下一个 有大陆呢 这个暂停进口的水果 不知道怎么回事 乱作一团了 可谓气急败坏 这件事其实多大事 天上飘来五个字 啥都不是事 大陆暂停输入台湾波罗 一个很小的调整 老胡说了 一个微不足道的调整 为啥呀 减除有害生物啊 属于防范植物 疫情风险的原因 调整一下 但是在台湾 惊天而动地啊 噼里啪啦 那不得了了 蔡英文 表现出了一种的 大难临头 然后呢 自己紧紧张张 安抚民众 然后又咬牙切齿的样子 这事日本人也不理解了 日本人 怎么说的 松景说了 一个李祥阳 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如果这么点事 你就把你们吓成这种惊恐万状的话 民进党你逞什么能啊 你还能搞台独吗 你还能把台湾分裂出去吗 就是一个波罗 你们叫凤梨 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如果大陆真的要给你们搞点经济封锁的话 那这个办法多的 不知道多到哪里去了 台湾经济严重依赖大陆 一年一千多亿美元 大陆如果要想折腾折腾你们 那办法多的是啊 但是除了司马南经常叨咕咕咕 我们会台政策必须要有区分 经常说点这话以外 中国大陆比方国台办 比方我们大陆的有关方面 一直没有放弃和平统一的大撤 一直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一直给你们机会 一直给你们脸 从来就没有把制裁你们这件事 摆到桌面上来谈过 对不对 这次 这次波罗的事也是个技术调整的 对吧 防疫要求嘛 所以胡锡进 发表社评说 台湾当局好自为之 好自为之 最近这个有人老读错 读成耗子为之 耗子为之 好自为之 是一个意思 就是说你们 你们不能把两岸关系 往死胡同里推 死胡同 我们北京东城 南路故乡旁边 好多死胡同 外边的人不知道 稀里糊涂进去 出不来了 出不来没关系 转身 有人不会转身 有人呢 我们胡同里有句话叫做 扛着竹竿走胡同 扛着竹竿 竹竿很长啊 胡同很窄啊 进了胡同 那怎么办 如果你不会转身 你就死翘翘了 把猪肝放下 猪肝立起来 要把该放的东西放下 两岸的问题 其实解决起来 有那么难吗 没那么难呢 你一边搞政治对抗 一边要求 大陆对台 社会给你们带来好处 给你们送钱 只能送 只能增 不能减 天底下有这样的逻辑吗 一只手喂你 你还咬这只手 这叫什么东西吗 出了问题之后 还在那叫嚷 说不能生吃花 但是一方面说 我们那不是菠萝 我们那是凤梨 我们那不是凤梨 我们那是自由的凤梨 你自由的凤梨 你自由吗 给你自由 给你自由 你不要 你又在那哭哭点抹泪 然后呢 咬牙切齿 这个台湾有个农委会的主任 叫陈吉仲 陈吉仲 就排第二的意思 还有一个台湾高雄的农业局长 就王整一 这两个人说话 我觉得还稍稍靠谱一点 大概是因为他业务官员的意思 他们说 说这个联务啊 被葬款出口啊 只是大陆呢 个别商家的一个临时的个别的行为 两岸贸易呢 不受影响 我不知道你们什么动机 但是这话说的呢 至少是陈述客观事实 跟这个蔡英文 满英九这样的一些台湾的政客不一样 台湾农委会还有个检疫局副局长 姓邹 估计是个女的 他说目前从未有海峡 这个两岸农产品检疫合作协议平台接获消息 也就是说这件事呢 还缺少一个业务部门的消息 这也算是他业务 对吧 台湾我告诉你 最不是东西的就是老狐狸苏贞昌 有人把那个苏贞昌写成嫖娼的昌 我坚决反对 你不能这样侮辱别人 对不对 苏贞昌你怎么能这么写呢 写错别字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呢三十多年前我在大学当语文老师 我最瞧不上写错别字的人 当然我也经常写错别字 中国汉字太复杂了 我说写错 尤其是现在口水时代 要求不那么严 但是你把苏贞昌写成嫖娼的唱 太过分 以后不能这么写 必须这样 苏贞昌什么人 台湾 号称是台湾地方当局的 还叫行政院院长 就是昨天2月28号吧 昨天前往高雄视察的时候 他自己那扬言 说我已经是 他英文指示 就是他带着蔡英文的指示来的 我们不能让农民吃亏 农产品要有自己的国家队 还自己的国家队 台湾是武装割据的一个残存的政权 是国共两党内战的产物 是一个蓝尾言 你没事老发言 还号称国家队 我告诉你 就凭你自己号称国家队 这三个字台独这个帽子台独战犯名单里 就少少不了那苏贞昌 就凭你这套话 我告诉你 有人这个错别字 我不给他扣分 苏贞昌的昌写成那个昌 我不扣分 为什么 爱证分明啊 对不对 苏贞昌抨击这个祖国大陆 说我们希望中国不要搞有政治的介入操作 你看看你 每句话都有 都有政治性的问题 对吧 你说不要搞政治操作 你把对岸叫成中国 这就叫一边一国嘛 对吧 所以苏贞昌啊 这种人 他自己就没有一点起码的检讨 苏贞昌说了 台独会已经拿出多少多少台币 协助拓展海外市场 你直接拿台币把东西买了不就完了 你开拓什么国际市场啊 呼吁台湾民众多订菠萝 都吃菠萝 吃菠萝 吃菠萝 上顿吃了菠萝 下顿菠萝 台湾吃菠萝 哇家伙 问题是台湾有多少人 有多少菠萝 这人这个东西啊 人这个东西跟猴子一样 杂实 你上顿菠萝 下顿菠萝 那猴子光吃香蕉也不行啊 有点吃点粮食 吃点这个白菜之类的 对不对 苏贞昌还强调 说台湾人民 要更警觉的砍兜 我们要把鸡蛋放在一个拦截里面 那是很危险的 苏贞昌这事跳的有点欢啊 言论比较多 他还煽动国民 要同仇敌开 同感分开 苏贞昌的出主意 出主意说他们已经找到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就是学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说这个澳大利亚呢也是被中国大陆制裁 澳大利亚红酒龙虾煤炭啊 然后呢 这个遇到问题了澳大利亚努力开拓 海外市场把问题就解决掉了 你知道吗 苏贞昌这个人 政治品德包括做人 人格都有问题 他撒谎 这个 这个真实的情况呢 是这样 就是说呢 这个棉花呀 小麦呀 大麦呀 这种东西啊 澳大利亚自己找到了一些替代出口 暂时受影响不大 但是澳大利亚红酒 澳大利亚龙虾 损失惨重啊 澳大利亚红酒出口额比去年猛跌 95%产量 你都送大陆的龙虾 现在根本就卖不出去 龙虾在海海边臭一大街 你想想 叫包四之秀 臭的不臭不可闻 澳大利亚根本就没有呢 苏贞昌说的那样 好好家伙解决问题了 当然这事也不能光光光说苏贞昌撒谎 这印度也不给力 印度不给力 你本来是这个澳大利亚曾经是想把这个龙虾 运到运到印度去 你要咖喱龙虾 不是味道很好吗 绿咖喱黄咖喱 什么什么咖喱都很好 但是呢 印度啊 印度人不吃龙虾 为什么不吃呢 经济学有个重要的概念 一切消费都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 买不起 知道吧 美国也不给力啊 美国 美国自己的龙虾吃不完 对不对 自己焦涛乱额 自己忙着防疫 死了那么多人 哪有心思吃你印度 吃你澳大利亚的龙虾 对不对 美国印度都不吃 世界上人口稍多一点的国家 哪还有国家能够接下来 中国这么庞大的市场 所以澳大利亚损失惨重 台湾在这个时候 你们得仔细想一想 蔡英文忙着表态 声称 对于出口的对象 不合理的措施 政府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保护农民 我们不会让农民 我们不会让农民利益受损 这是政府的事情 我要跟大家说 蔡英文说 免惊恐 免烦恼 政府听你 台湾政治家 我告诉你 都跟幼儿园大班老师一样 说话的时候 都要喊一喊 振奋一下 就是说 要靠语言本身的 那个莫名其妙的张力 来获得台下观众 要不然人就睡去了 我不知道 要这样的一种表达的 这个形式之下 这个听众听习惯的 再听四平八稳的报告 再有内容 他也不听了 蔡英文说了 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了解 台湾人们要展现团结 很多外国朋友 也会挺台湾 蔡英文讲完了之后 我就想起老电影了 那老电影里面震惊 震惊 震惊完了之后 进去打电话 看在党国的面上 拉兄弟一把 兄弟兄弟早下跑了 邮军在哪了 没有邮军 蔡英文又宽慰民众说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日本已经订了很多订单 我相信我们在未来的几个月 日本朋友吃我们的混鲤 我们的订单一定会更多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国家 订我们的订单 正如老胡预言的那样 你说就屁大个事 对吧 就是一个波罗 临时一个政策调整 你们上面有害生物 这件事 就把台湾弄得鸡尾狗跳 你说你们还能干什么事 国民党呢 虽然也骂这个民进党 骂民进党呢 你心难向政策失败 但是国民党主要是骂大陆 对吧 那个马英九 马英九呼吁两岸 应该放下政治成见 拿出善意成意 你马英九就没有放下政治成见 对不对 你马英九认上的时候 丧失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的 最后一个机会 马英九最认一条 两岸人民 中华民族 就不能原谅你 马英九还说 说蔡英文 最近说了 愿意在对等尊严之下 促成两岸 有意义的对话 化解对立 期待两岸人民 恢复正常交流 马英九 你是谁呀 你还知道你是谁吗 马英九的马 是拍马的马吗 你拍马要拍蔡英文 你丢人不丢人呢 你是蔡英文的宣传部长吗 你这时候这么说话 马英九啊 马英九这个人 说国民党百年老店 他是烂泥扶不上墙 就是因为包括马英九这样的人 都能在国民党里边的身举高位 你说这个美国 这个国民党的百年老店 他有出息吗 他断无出息 蔡英文要求 对等 你拿啥跟这个大陆对等 对不对 朱立伦这个家伙 居然也不客气 抨击对岸 说对岸 他发火了 对岸片面改变 脾气很大 暴跳如雷 跳起来 你瞧你这脾气 你朱立伦 你不把台湾呢 遭停止进口的责任呢 这个就从国民党那找原因 你把它归于大陆 其实这完全是民进党 铤而走险的台独政策 所导致的结果 你农业没搞好 你自己闹虫子了 对不对 赵少康这个老狐狸 自视甚高 他这个老狐狸一条 最近他不是要选党主席吗 他非常严厉的批评 中国大陆不应该禁止进口 台湾的菠萝 要求大陆必须大人有大量 大人就大量 对吧 说他大陆你这个不应该 那个不应该 赵少康啊 你最不应该的就是挺这个黎肥猫啊 谁叫黎肥猫 黎智英啊 黎智英乱岗四人帮 你居然还提名说 他应该获什么诺贝尔和平奖 你赵少康最不应该把啊 你自己的所谓政治道路一直贯穿着反共 亲美反共啊 对一边反共 反共好啊 你是好汉 两把菜刀 两把菜刀低了起来 你说反共反到底啊 我我舍得一身寡 我反共到底 我敬你是条汉子 你赵少康一边反共 一边来回摩西尼 一边骂着民进党 一边还要大陆给你书写 手不能停 你的脸有多大呀 你业语来 我过去对他了解比较少 国民党籍的立委 国民党籍立委 我过去对他了解比较少 他骂中国大陆 不应该阴言废识 说这样的禁令 是大陆政治考虑 纯心要给蔡政府难堪 你蔡政府什么时候好看过 对吧 他说你共产党 不应该呢 施法民进党 你仇中 你反中 徒增两岸呢 对立 他居然还说 大陆学坏了 抱怨两大之间难为小 这个国民党里边的 这些人的这种说法 他说大陆可恶 要我说呢 现在呢 民进党固然可恶 可恶可以理解 国民党的这种可恶 简直不可理喻 赵少康还说了 说大陆呢 这个现在呢 对农民不体谅 农民很忠厚 农民这个很不容易 应该呢 这个大陆应该以春风取代 报复 以雨露照顾民众 台湾的农民非常善良 嘿 我突然间有个新发现 我对赵少康有肯定 赵少康啊 可以考虑做个诗人 算了 你当什么国民党主席啊 中国大陆现在呢 诗歌界 在某一个地方 比如在某一个省啊 西京省 那个地方就有些堕落 屎尿都入诗了 中国诗歌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了 所以赵少康 我看你刚才说这两句话 有那么点文采啊 你可以考虑当诗人 对不对 当初啊 应该这么说 当初两岸呢 基于九二共识 对不对 照顾台湾农民 特意开拓市场 那只有台湾农产品进大陆 大陆呢 就照顾台湾的农产品 大陆农产品进入台湾了吗 没有啊 连国民党的元老林郑杰都形容 这是一个不公平的贸易了 是大陆让利啊 大陆片面让利 不是国际贸易 大陆果农可没有受到如此对待呀 这难道还不够大人大量 这当然是枪着这个 这个赵少康去的 所以结论是 台湾你不能把多年来享受 大陆的红利 世卫理所当然 对不对 赵少康你说你这个家伙 你有什么底气呢 认为台湾农民就该受宠 对吧 台湾的农民也罢 台湾的工人也罢 中国大陆呢 有权力决定自己的政策 有权力 依据呢 卫生防疫法方面要求 你有虫子 你有毛病解决问题吗 停止台湾的剥落 那 那是虫子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政治上的虫子就是民进党 包括国民党当中的某些要员 连同你们国民党 这几张老脸在内 你们煽动仇恨 你们连承认一国两制的勇气都没有 你们不是虫子是什么呀 对不对 一面台独 一面要赚人民币 你想的美 这种好事 以后不多了 所以 责任在谁 责任在猖獗的台独势力 是台湾选择了反中巨统 所必然吞下的恶果 有人说民进党义和团 老百姓是好的 台湾人民是好的 义和团是你们自己选上去的吧 对吧 你们选上去了 你们当然要承担这个必要的后果 民进党的必须反思 最后我再说一个意思 台湾说 这个大陆关于波罗的政策调整 怎么怎么怎么饿 他们容忍不了 那你们自己不想想 你们以默许有的什么国安为由 先把大陆的手机华为给禁了吧 对不对 你们配合美国 对中兴国际打压 你们干了吧 大陆的儿童读物 你们都给禁了吧 大陆有一个隔壁王 很喜欢看的爱奇艺 你们也给禁了吧 对不对 你们自己出版童书 给三岁的孩子 叫他们反攻大陆 叫他们黑大陆 以及出 还有当年特别讨厌的 就是当年 中国最先闹起疫情的时候 中国大陆急需口罩 在这个时候 蔡英文亲自下令 口罩一只都不卖给大陆 有的厂家卖给大陆口罩 回头之后 叫你们行政当局给处罚了一顿 你们这一连串的 丧失起码人道的这种做法 你们考虑过合理性吗 你们考虑过人权主义 人权的概念吗 你们考虑过大陆的权益 和大陆人民的感情吗 啥也别说了 还是接着吃菠萝吧 一天三顿 对不对 一天三顿菠萝 你说你们会不会 嘴巴变得甜一点呢 赵绍康啊 马英九直流啊 你们不妨嚼着菠萝 一边嚼着菠萝 一边反思一下 反思的结果怎么样 我们找机会再说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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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